如何自制风年虾孵化器以及风年虾的孵化方法 今天给大家讲讲如何制作一个没啥美感 但是非常实用的风年虾孵化器 首先起锅烧油 不对啊咱们不用烧油 打开煤气灶然后来个螺丝刀 来一道干烤螺丝刀 烤个一两分钟就行啊 然后找矿泉水瓶给瓶盖出个洞 因为咱们需要这个孔光滑圆润 所以要把螺丝刀烧热再戳进去啊 看这小洞是不是戳得特别圆润 接下来再烧一会儿啊 然后把瓶底也戳两个洞 用铁丝做一个挂钩 然后穿到这个洞里 我这挂钩眼熟过 评论区回答他之前是干什么的 挂起来之后啊 用刀在上面再开一个口 方便以后往里添加瞎卵用 这个瓶盖上插进去一根氧气管 按一个调节阀 然后另一端插上氧气泵就可以了 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瓶子里灌上半瓶水 然后放一勺虾卵 再来一勺粗盐 白色的水族盐 还有五点的食用盐也都可以啊 接下来养泵铜电 然后打开这个调节开关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等待24小时之后 风天虾就孵化出来了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 我们可以收获风天虾了 先把调节开关拧紧关闭 然后拔掉氧气拿短的管 静置两分钟左右 等待风天虾沉淀沉淀 然后开闸放虾 根据自己的情况 放出来够喂鱼吃一顿的就行了 看一看孵化出来的小虾 在不停的幽动 大功告成开始喂鱼 小鱼的最爱 风天虾的营养非常丰富 平时喂一些给鱼补充营养 还有刚孵化或者刚生出来的小鱼苗 都可以喂这个 这俩胖子也来点吧 不过他俩笨笨的这样好像吃不着多少 管他能不能吃着吃点吃点吧 我发现这蓝瘦简直太招人邪恨了 胖乎乎的越看越可爱 他俩没吃着多少 倒是便宜得损货的 在下面这小嘴一口一个 吃的那叫一个块呀 好了好了 今天又到周五了 一会儿直播一小时 欢迎大家过来聊天吧 小鱼尾 王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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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manufacturers 王谍 王pos 王谍 王务 王滅 王打 且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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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